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举行一天高层会谈后 两国的高层官员强调 美国承诺将继续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地位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记者说 美国既是太平洋强国也是大西洋强国 星期一克林顿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·盖茨 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和国防部长斯蒂芬·史密斯举行了会谈 美澳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 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选择方案 其中可能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、机场和军事基地 盖茨说目前谈论有关细节为时尚早 但目标是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